在剧中,有四个男人喜欢江雪宁,然而江雪宁前世喜欢的一直是张征,重生的江雪宁一开始喜欢的还是张征,不过后来爱上了谢威,江雪宁注定无法跟张征相爱。 第一个喜欢江雪宁的男人是燕林。燕林跟江雪宁可以说是青梅竹马,可惜江雪宁却在燕家被灭门时,为了当皇后抛弃了她,成了她好兄弟审戒的皇后,燕林恨透了江雪宁,却也爱惨了江雪宁,最后跟谢威篡位谋反,递死了江雪宁,燕林后悔莫及。 今生的燕林依然爱着江雪宁,可江雪宁还是辜负了燕林,燕林两世都没有娶到江雪宁,两世得不到江雪宁的爱,燕林的结局注定一难停。 第二个喜欢江雪宁的男人是沈介。前世的江雪宁用帕子算计沈介成了皇后,江雪宁以为沈介喜欢的是帕子的主人,其实沈介喜欢的是她江雪宁。 沈介非常喜欢江雪宁的性格,所以沈介从始至终喜欢的是江雪宁,而不是姐姐是江雪惠。 重生的江雪宁,跟前夫沈介在无交集,可依然阻挡不了今生的沈介又喜欢上了江雪宁,今生的沈介注定是爱而不得。 第三个喜欢江雪宁的男人是谢威。前世的谢威喜欢江雪宁,爱得隐忍又克制,篡位谋反本来没想让江雪宁死的,只想留她在身边。 送给江雪宁的匕首也不是让她自吻的,而是为了让她自保的。 今生的谢威发现江雪宁对其他人都好,尤其对张哲主动是好,唯独对她避恐不及,谢威的极度让她在野,隐忍克制了。 对江雪宁疯狂占有的爱让人害怕窒息,好在江雪宁最终懂了谢威,反而心疼谢威,最后爱上了谢威。 不得不说,谢威真的是最后的赢家,躺赢了青梅竹马燕林,熬死了前夫哥沈剑,最后还打败了白月光张哲,让江雪宁爱上她谢威,两人最终成眷属,结尾连理。 第四个喜欢江雪宁的男人是张哲。张哲是江雪宁前世今生的白月光,前世被江雪宁欺骗利用入狱,然而张哲和江雪宁一样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,所以两人注定无法相爱。 虽然张哲依然喜欢江雪宁,江雪宁也喜欢张哲,可两人只能将这份爱意埋藏心底,不想再给对方带来麻烦。 张哲其实比燕林幸运,燕林两世都没有得到江雪宁的爱,而张哲不管前世今生,都是江雪宁的白月光,江雪宁把爱都给了张哲。 总而言之,喜欢江雪宁的四个男人,燕林两世都得不到江雪宁的爱,注定一难平,沈界跟江雪宁今生形同陌路,张哲至少比燕林幸运,曾经得到过江雪宁的爱,而谢威却成了最后赢家,得到了江雪宁的爱。 是 掌约 莱 掌约